小朋友杀人都要动化死心 还偷东西 一点常识都不懂啊 邯郸蝴蝶效应出现了 大家好我是大树 真没想到啊 邯郸伤害事件啊 竟然会有这么多 魔幻颠覆相关的内容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从头到尾啊 可能都会冲击各位的心灵 那希望大家呢 看到最后啊 分享出去 让地球人都看看啊 魔共是如何反人类的存在 很多事情 法律是可以解决的 懂吗 现在是法治社会 知道吗 法治社会是什么 他敢霸凌你 他进去待着 你爸妈能不管吗 你得告诉你爸妈 你要去告诉你的爸妈 你在学校里经历了什么 你不要害怕 爸爸妈妈是最爱你 最保护你的人 如果你被霸凌了 你连父母亲你都不敢说 那你只能被别人一直去欺负 我们从小到大 最大的靠山是谁 是爸爸妈妈 你被欺负的 你必须要去找你爸妈 爸妈会帮你解决到一切 有吗 你再让他爸一个事实 弄死他知道吗 法律 法律弄他 知道吗 再跟我开玩笑 一定要说 好 那大陆明星黄子涛的这番言论呢 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啊 那听了他的法治社会论之后呢 我就在思考啊 如果现在是法治社会 那么以前的中国 是什么社会呢 而未来的中国又是什么社会呢 那么说到法治啊 大家还记得吧 邯郸警察在这个镜头面前啊 脸不红 面不哨的说到啊 这个要将这个邯郸三恶魔案件啊 做成一个铁案 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啊 就在第二天啊 他们就把铁窗 安在了受害者小王的家里 小王的舅舅啊 在3月21日啊 发文求救说 我们家的情况啊 想必全国都已经知道了啊 目前两个号码都被封掉了 我今天告诉大家 昨天通讯公司的过来我们家了 把我们家的信号屏蔽掉了 怕我们乱发 此时此刻呢 我们家门口啊 最起码有8个人在值班啊 不让任何人靠近 有意思吧 当初啊 怎么对待胡欣宇妈妈的啊 现在呢 就怎么对待这一家的人啊 不仅如此呢 遭遇干扰的 还有小王的辩护律师 张律师 你是哪个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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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让你 政府有不容的管理 请问我 我问你个案子 孩子在之前 有霸凌情味的事里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视频都会怕 你刚才说孩子 还是 你会 你管什么 如果你想控制的话 为什么不在之前 你解决孩子 你 孩子霸凌情味 为什么要不接解决 为什么要不接解决 我们今天 他 你帮忙 还是 这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什么事情 能让律师连续四次质问 你是哪个部门的 那两人的具体对话内容 到底是什么 我想没有人能听得清楚 不过显然这个女的 是在给律师做工作 而把律师给搞怒了 那我注意到 评论区里很多网友说 这个女的是肥乡区副区长 岳小敏 河北省 邯郸市肥乡区政府 领导警戒 岳小敏 女 汉族 1980年四月生 中央党校研究生 现任肥乡区政府 副区长 党组成员 党校出来的大恶魔 为了这群小恶魔 还真的是煞费苦心 连人脸都不要了 实际上 2021年 就有人举报说 邯郸市肥乡区 毛岩宝村的村支书 贪污扶贫大鹏款 50多万元 还有养老院款 20多万元 而乡书记 岳小敏 就是村霸支书背后的 那个保护伞 三年都过去了 女魔头 依旧是不减当年 当然 还有更加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后来 藏律师本人的微博号内容 也全部被轻轰了 所以很多网友看完之后 就表示 有人在阻拦律师取证 另外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 魔供竟然把当时网传说受害者口鼻有土 还配了一个头骨分配图的这位主播 给抓了起来 并且公事给大众说 要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 在3月20日 也就是在魔供开始全面追杀追责之前 貌似韩红也发了一个为王子要发声的视频 那该视频不知道是被下架了 还是什么原因 如今就已经在全网消失了 那么后来 王子要的父亲 还因此发了一个感谢韩红的视频 支持韩红老师说的话 公开审判 全国停课 让所有的学生观看 这比开学第一课更有意义 感谢韩红老师为我儿子做出正义的发声 那孩子他爸的这个视频 也已经遭到了平台方的下架 另外 对于这三个恶魔 有网友认为 三人死 万人生 三人活 万魔生 网友对这三个恶魔真的是咬牙切齿了 虽然魔供一直在封锁这些消息 但是我相信和这些小恶魔有交集的人 却不只有受害者这一家 所以这才使得我们能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这三个小恶魔的信息 如这个小孩所说 这三个恶魔的名字 不过网友还公布了另一个恶魔的账号 那就是李承的 在2023年的9月份的时候 李承就有at给我网子要说 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活埋的 弟弟 而且有主播说 这个李承实际上才是这个事件的主谋 可能刚开始咱不知道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小孩是主谋的时候 我都感觉这个小孩应该是害怕旁边这两个大孩 可能身高比较高啥的 他们两个你就必须那个怎么怎么的 可能说比较害怕啥的 事情发生之后兄弟们 我才知道这个特别身高特别矮的是主谋兄弟们 就指使他们两个去干这种事情 干什么吗 太欺人了 因为他成绩好 因为他成绩好 还有就是学校的校长进行发声兄弟们 这个孩子从 就是任何孩子从校园没有受到过校园霸凌 但是这个孩子可能死是意外 为什么说是一般呢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这个孩子在学校成绩可能比较好 然后呢 校长就说啊 没有任何霸凌事件怎么怎么的了 大家可能听不懂这俩主播后面说的内容是什么啊 其实呢 他就是事件的最开始啊 这个王子耀的姑姑啊 去找学校理论啊 怀疑王子耀呢 生前在学校呢 有被同学针对 然而这个校长啊 竟然说王子耀的死是一个意外 我去了之后 人家校长就在门口就说了 肯定是不让我们进去的 就说了 孩子的死是一个意外 啊 然后那个班主任很负责 孩子绝对再没有被欺负过 这是他们校长说的话 不仅如此啊 其实还有不少主播啊 发截图显示啊 王子耀诚求助 说自己天天遭受三恶魔的骚扰 希望这些主播呢 可以帮助他制裁这三个恶魔 此外呢 王子耀的同班同学也发生说啊 王子耀经常受这三个人的欺负 当然啊 网络里现在还有一个传闻啊 就是说 这三个小恶魔的实际年龄 不是13岁啊 是15岁 他们的年龄是找公安局改了的 当然呢 这个我们无从查证 不过魔控啊 一切皆有可能啊 不然警察为什么这么要偏袒 这三个小恶魔呢 是不是 另外啊 邯郸应急队啊 在网络直播会议的时候啊 竟然被除三害 刷爆屏幕 应急救援 是成立于2021年 1月16号 看来啊 人民对官方处理这件事啊 是表示强烈不满的 那么说到这啊 又一个更加毁三官的事件 竟然出现了 把这样子处理事情 他偷东西 偷东西 偷东西就是按照规矩 偷一把 朋友杀人都要 动化死刑 偷东西 哎呦 你这么凶 哎呦 这个人 你一点常识都不懂啊 你先打你小朋友 你懂 你懂 打你小孩的电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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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啊 小朋友 你知道小朋友没有 14岁都没到 还是少年啊 你这样子处理事情 我怎么处理啊 刚好是同学来这里买东西 这个视频的原作者说呢 当时啊 他发现小朋友的这个偷盗行为之后呢 他只是让他联系家长前来处理啊 他说啊 偷一赔十的这个警示语啊 只是为了警醒小朋友啊 并不是作为惩罚的目的啊 没想到家长到店后呢 就出现了视频中的这一幕啊 那目前呢 他已经报警了啊 而警察口头教育后呢 便让学生啊 正常回校上课了 那作为商家呢 我们无权对孩子进行处罚 但是作为家长就应当有责任 与义务教育好自己的小孩 并不能以他是没成年而逃避责任 对此呢 有网友就说啊 家长比小孩还可怕 报警啊 而有网友则回复说呢 警察处理了啊 口头教育啊 真是好重的处罚 而有网友则说呢 全国的霸凌者啊 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原来是真的啊 小孩偷东西啊 家长说 没成年 不受法律的制裁 没想到警察 去口头教育一下啊 就把这些人给放了 所以说啊 三个网友的回复啊 一个比一个更加可怕 我时常就在想啊 假如魔供从一开始 对所有的事件 可以正常的处理 走正常的法律流程 不开倒车 不颠倒是非黑白 那么这些后续的乱象 会不会出来呢 所以啊 说到底啊 罪魁祸首 还是魔供本身 那王子耀的爸爸曾说啊 爸爸愿意拿出 后半辈子的决心 为你讨回公道 一个父亲 竟然拿出半辈子 为儿子讨回公道 这才是中国社会 最真实的声音和邪章 而无数的中国人 还觉得这个事件 仅仅是这个社会里的 个别不幸事件 那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 最大的悲哀 是所有国人的国词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见